12號晚上8點多 南昌西站鐵路旁一個變壓器突然起火 持續發出爆炸聲 現場火光重天 還不斷冒出滾滾濃煙 畫面顯示 有民眾在附近圍觀 也有很多人倉皇逃離 火災在一個小時後撲滅 調查稱火災是相關設備短路起火 引燃周邊雜草所致 火災導致的斷電 造成途經南昌西站的部分列車出現晚點 而就在前一天11號上午 上海地鐵11號線也因供電設備故障 連續傳出巨大爆炸聲響 接著冒出火光於濃煙 有民眾表示 在中國 當局不把百姓當回事 他只能儘量不出行 也有市民猜測 這起爆炸事故 可能與技術操作不當 材料質量不佳有關 這裡面肯定牽涉了一些技術方面的東西 或者是操作不當啊 都有可能造成這些事故 有可能現在芯片不好買了 然後用國產的其他呀 或者是什麼材料 肯定是芯片的 控制系統出了問題 引起了這些故障 清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中原採訪報導 聽驢 李珊珊中原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